我們能夠站在一個飛鞍的角度上 我們身體如果裝了 心臟如果裝了支架 其實對飛鞍是更有保障的 法庭外道境委屈 他是華航前機師 遭檢方起訴首度開庭 原因是他隱藏了心臟病 竟然還開了一年半的飛機 每一次都通過 我沒有一次被發症不到六個月 你可能身體有點問題 他可能不是發六個月給你 他可能發一個月 可能發兩個月給你 我每一次都六個月 機師強調自己沒有問題 但應徵目前民航法規定 合格機師必須半年體檢一次 也明確規定不得有心臟病史 快信機師卻在2015年時 被確認有冠心病 但願安裝了心臟支架 卻隱瞞不上報 繼續開飛機一年 還通過三次體檢 最後被民航局抓包 才含送地檢署偵辦並起訴 過去華航也曾經發生 機師在空中心臟病發猝死案例 最後扳機驚險返航 英國也發生過 機師開到一半昏倒 美國也有機師心臟病發 護理師在機上經濟治療 雖然最後都有經無險 整個機上的乘客 卻一度受到死亡威脅 即使機師想改變現狀 但他已經觸犯了航空法 最重可處五年徒刑 而拿乘客性命當賭注 更是讓人無法執行 記者綜合報導